哈喽 我们上一节课刚刚讲解了 怎么样通过旋转的手势识别来玩 对吧 那我们这一节课怎么 再继续玩其他的就好了 我们今天来玩一下UISwap 就是我们的手势滑动 那么滑动当然也是非常简单 对不对 既然我们已经学到这儿了 通过前面的几个例子 我们已经很知道 怎么样自己去学习 这样一些新的这样一些组件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就在上面一个基础上来做一个修改 就拿这个绿色的这一块来说 OK 就拿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绿色的GreenView来说 那我把之前的删掉 好 我给它加入一个滑动的Swap 加入一个Swap的手势识别器 那么同样的在这个识别器上面 当然它已经实力化 也已经绑定了 对不对 因此是什么呢 因此我们给它加上一个关联 Selector的这样一个关联 Swap Swap的Gesture 当 OK 选择强类型 好 同理还是这儿来看 那么按照我们的逻辑来说 是不是我这样子每件用一个新的组件 我都会在Storyboard上的属性框 我去看一下它有什么新的属性 同理我也来看一下这里 首先这儿有一个Swap Swap这个属性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一个方向 而这个方向在代码里面可不叫Swap 我们放在这儿 你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它在代码里面叫什么属性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叫Direction 叫Direction属性 也就是方向 那一看就知道它是一个枚矩 它分为上下左右 也就是我们是识别 它是往上面滑 往右边滑 往左边滑 还是往下面滑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Touch 那这就是Number of Touch 这个我们在讲Tap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 无非就是几个手指来滑 对不对 默认是一个手指来滑 非常简单吧 非常简单 好 那我们下面就来试一下吧 我们来写下这个代码 那我同理 我也是去更改一下我的GreenView 那么我既然是要更改一下GreenView 我当然还是用它的Transform 对吧 看了Transform里头有什么跟滑动相关的 比方我把它往右滑一下 把它往右滑一下 它就会往右边偏移一下 就移动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哪个地方向呢 哦 这有一个Transform with Translation 移动对吧 跟移动相关的 然后移动它的X坐标值和Y的坐标值 好 那我们就用这个函数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让它移多少的问题了 对不对 让它移多少 那我们来试一下 这样子不就行了吗 我们来定一个变量 叫Offset Offset 先等于0 然后会先叫Offset X等于0 我们来判断一下 如果如果什么呢 它当前的direction 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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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个没举 哎 望右 它当前的这个方向是望右的则我们把它望右挪动一个20 这不就行了 把他望右挪动20 外值呢就为0 我们就外值就不挪动 大家注意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偏移量 相对它原来的位置的一个偏移量 而不是说是那个物理的这个坐标值的这个位置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它既然是Make Translation 就是是它引起偏移的这样一个数据量 那我们只需要把它望这偏 对吧 偏20吧 或者先用0吧 然后我让它每次滑动的时候 递增 每次滑动的时候递增 就例子 我让Offset X 每次递增20 对吧 好 然后我就用Offset X 好 外方向呢 外轴呢 我们就不动 外轴我们就不动 我们用0.0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 应该是数据类型问题 CG float Double is not CG float 那我给它定义一下嘛 CG float 我直接给它定义成CG float 好 那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是再来看一下它这个逻辑 我先判断一下 我们的手势识别是不是望右滑动 如果是望右滑动 则我们制作一个动画 给我们GreenView制作一个动画 这个动画是干嘛呢 是望右滑动20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OK 那现在 就来望它望右滑动 看到没有 20的偏移就出现了 对不对 一切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子 好 那如果我需要多个手指头来滑动呢 那当然很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的手势识别器 它的Number of Touch的属性设为2 这就两个手指头了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同样的按照我们的Option键 对吧 但是我们说了这个地方 它好像只能旋转 似乎没有办法 两个手指一起平移 那么这个时候教大家另外一个小技巧 就是按照Option键不放 同时按照Shift键 它就可以一起平移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样子了 好 那现在我们来滑动一下 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 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对吧 好 所以那更多的这种探索 可以交给大家去玩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它 就多了一些这些属性 无非就是它的方向属性 第二就是极点触控的这样一个问题 好 那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